郑老師其實每年給自己聽一些 希望每年鼓勵都會增加 那今年零的情況如何 如何再把今年鼓勵再提高 我是估計 目前來講 因為我有幾個像統一 或聯電都在增加 但是預算金有在減少 所以一加一減 我猜今年應該有現金鼓勵 跟去年一樣差不多持平 差不多大概240萬的樣子 對 但有可能會多一點也不曉得 對 應該不會差太多 你怎麼去規劃這個鼓勵 因為你進來也會拿去再買股票 對不對 對 你的資金怎麼配置 哪些再繼續買股票 對 我們長期存股一個原則就是 你不要因為臨時要用錢去賣股票 有可能會賣到不好的價錢 所以我領到鼓勵進來之後 我就先移到我生活帳戶 把未來一年我要用的錢出估 我大概目前大概就是至少留90萬到100萬 擺在我的生活帳戶 一年喔 對 因為我每個月還是有一些退休金進來 對 那所以變成我穩穩的就那個 穩穩的在這樣子規劃 90萬放到生活帳戶 然後每個月老是退休分有3萬 對 那這樣子的話我一個月如果花6萬的話 就等於慢慢慢慢我就慢慢累積掉 那我每年最大一筆開銷就是5月份 5月份稅繳完之後 我就看還有沒有剩 那你想想看我去年你譬如說240萬 我就先移個100萬 我還剩140萬 所以我140萬這些我還默契在未來這一年中 就好像拿了一把槍 隨便看到有沒有獵物 要準備 如果有好的我就 就 獵他一兩隻嗎 如果沒有我就暫時就等了 那長榮算不算好獵物現在 長榮我是在想說因為 他如果每天都配七十塊這個價錢 我就會下手了 但是好像明年會不會後年會不會 這是主景氣循環股我補充的 像萬海其實他從300跌到80幾 他只配5塊 那陽明是關股他就配比較中規中矩 那長榮是因為經營績效比較好 所以配70 可是如果第一季或第二季 因為SCFI連續下跌 所以你硬要說這是好的一個存股標的 我認為對謝老師來說 他寧願每一年穩健的幫他賺錢 統一或統一超深圳中華電信 或者是其他的 因為他一買是買20年多 對啊通路或者是藥局 不見得像這種可以從100跌到 一兩百跌到七八十 沒有我這邊還補充一個就是說 長榮是航運 那如果我對這個行業不太了解 我大概就比較不敢碰 其實我自己有個高中同學 我們很要好 他長榮的股力可以領到兩千多萬 他們去年060萬元 今年好像領二十幾個月 他懂那個公司 我看你很多金融股耶 我金融股還好 對金融股就 因為金融股的假設是我們一般小資族 也有比銜錢存在銀行 那你還不會去買他股票 因為這樣利息有差 因為現在利息1%跟5% 比起來就差4% 所以謝老師你會存債券嗎 存股跟存債券 美國現在美國公債很紅 美國企業債都很紅 有沒有 我不懂這個 然後還有就是 我又怕中間有會差 那我通常巴菲特講 你不懂得這個領域 或者你不懂這個像美股 或者其他的地方 因為我不了解 雖然我自己在美國讀書的 那已經是30年前 40年前的事了 我不了解 所以我乾脆就不要碰 那至少像我現在買統一 我還可以到星巴克7去看看 生意好不好 那我們買到美股美債 我根本不知道那家公司在幹嘛 那你買黃品就是因為你吃牛排 不是 因為我去考版屋 去哪裡有時候要排隊 OK 好 在謝老師身上看到四個字 知足常樂 他不會受影響 看到人家賺錢很興奮 看到什麼紅 趕快去跟風 他沒有 他就做他熟悉習慣的 別人賺是別人的事情 所以 投資一直都是很快樂到現在 才可以20年都不去賣股票 困定的股息收入 這個心態 這個心理素質很不簡單 很困難 真的 好 債券的話有什麼建議嗎 債券的部分呢其實 我覺得謝老師講得很對 不懂的不要碰 那我個人是因為我有深入的研究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個人認為美元其實它是一個全球流通的資產 對 那像其實在過去幾年 其實台幣有這個扁到這個 升值到這個29 28 那其實很多人賬上其實很多美金 對 那對我來說其實沒有匯率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你買了美債 到最後有匯率的匯差的問題 你就留給小孩 或者是自己 小孩買美元的保單 或者是我們自己去韓國去美國 就把它花掉 對 所以這個部分只要扣掉 你兩個女兒後面排隊的一長串 因為知道爸爸是張姐充很多 不要這樣說 我們也是很辛苦的這個努力工作 那所以我覺得 美債的一個部分呢 其實第一個 你先挑投資等級 你就是BPB等級以上的 包括像A或AA 所以很簡單 你既然所謂的現金 然後國庫債 公司債 跟所謂的股票 不同的風險是不同的 那持有現金既然沒有利息 那你考慮所謂的美國公債也可以 美國的公司債基本上 也都沒有問題 重點在於你了不了解 所以我說你先挑投資等級的 那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什麼叫做投資等級的 這個部分 前一陣子在 應該是在所謂的 也是3月初 3月初所謂10幾號 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 發行的所謂的 台積電公司債 台積電公司債 他票面的一個90塊而已喔 他有4.7% 也就是說台積電3.6年期 你借錢給台積電 第一 你沒有台積電股票上漲下跌的風險 第二個 所謂的債券是你的 你當的是債權人喔 債權人的求償順位 是比股東還要優先 對 也就是說今天 當然台積電是不太可能 會有什麼事情的 我們今天講隨便一間奇怪的公司 例如說台鴨店 賣鴨肉的好了 或者是奇怪的公司 他倒閉的時候 債權人可以先去他店裡面搬桌子 搬那些生財器具 之後 股票的價值就變成零 這就是所謂的股票跟債券 不一樣的意思 所以債券其實風險是相對低的 那升息到了高點之後 其實經濟學大家也都知道 債券的價格到低點 債券的殖利率是相對的高 所以不管是台積電 大家耳熟能詳 Nike你總應該聽過吧 亞馬遜或者是所謂的META 甚至是高通 他們基本上都有4% 那說實話 你再不行 你買美國公債也沒什麼大問題吧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 基本上也到了所謂的3.66% 好 剛剛講到台積電 還是人不出幫大家問一下 因為台積電這個股價 期待很久還是沒有起飛 台積電相關概念股有沒有可以琢磨的 台積電相關的概念股 我認為 今天的最新新聞 我們跟三星這件差距又多2%了 是的 這個部分我認為 台積電使用在我國 這個民國110年 用台灣的供應鏈有6成 過去只有3成 所以例如說像上品 金城 或者是三幅化 聖醫家等這一些 基本上我覺得 全部都可以列入一個現階段 因為台積電在修正 業績不好 那例如說 美國蓋了幾個廠 那這個部分使用到很多 這個所謂的化學超車 所以我這邊其實簡單的拋磚引玉就是說 在台積電先進製程不斷的在 蓋的狀況之下 很多新上市貴的 包括什麼洋機工程 包括我們新貴的股王 新貴的股王 他去年賺三十幾塊的這個 大家自己去查 這也是都是跟台積電營建相關的 包括上品等等 這一些股票基本上 都是在台積電營收玉逆風的時候 可以好好研究起來的一個好標的 所以這一波現在的價錢是適合介入的嗎 是的 我覺得很多的一個股票 包括台積電的修正 包括上品 他修正回到季線 台積電今天收盤到5百億左右 是的 那像這個他去年公佈獲利賺22塊 那基本上的本益比也不到15倍 所以我覺得 很多漲多的股票大家不想追 倒不如在所謂的景氣谷底的時候 好好地找很多修正回來的 一個台積電相關的供應業 基本上也是護國深山群的一員這樣子 有些人這樣子 要花在哪兒 地面均在哪兒 五百年 supplement 一位 全世界的一位 佛丁 用了 在哪兒